文斗,这包装真漂亮 漂亮没用的,真材实料口味好 大家好,我是小爸 上次我跟我姐夫来重庆的时候 也是强责给我姐夫推荐的这个火锅底料 想让她来这边投资了 当时我是没想做 这一块火锅底料是80克 然后兑300克的水也是一人份 平时炒菜,蒸菜也可以放好 口味非常好 假如说做一个麻辣龙虾尾 本身就自在咸淡的 然后咱们今天就带着强哥一起尝尝这个火锅底料 用剪刀剪一圈 这个还得跟工厂协调一下 赖总,刚才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火锅底料打开包装的时候不太好撕 哦,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第一呢 是他用的是牛油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用煤加防腐器 所以说密封器必须要做好 可以薄微虾就会坏掉 这大概兑多少克水 这个是兑的差不多是两只水 因为这个给四块了 一比三就差不多 应该就是两只水 咱们这个放火锅底料呢 是十体量认的因为它没放消耗剂 吃那个东西不太好 然后ación开水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磨蚝 在烧五分钟之后 它就没有了 重庆跟咱们东北吃的不一样是吧 对不一样 就放点蒜就完事了 是的 然后去倒这种去 对 鸡辣油 正常可以加点小米辣香在哪的 是吧 试一试 试一试 看跟你们店一位一样 昨天 殷姐 老师傅 都尝了 都说没问题 现在那个 外面冒的沫子就少一点了 正常平常吃果果 就涮熟就直接吃了是吧 对对对 少量下吃的比较精致一些 好吃 咋样 好吃 跟店一样 比店感觉比店还好吃 这有点夸张了 再走 我感觉这火锅底料 我们东北人吃呢 口味有点重哦 水的比例 应该放 四十 我们要做到一比四在核心 对对 一块的话 至少得兑300克水 最少兑300克 300克 300克以上 因为我们东北吃法呢 和重庆吃法不太一样 就这边蒜的东西呢 都跟咱们这块不一样啊 你看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酥肉 要的趴牛肉 我们东北也不太算这个东西 再加上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藤椒 牛蛇 嗯 那是水晶滑肉 等吃完了 我准备跟强哥陪我去仓库 然后对接那个系统问题 到时候就能发货了 吃完饭了 强哥带我来仓库了 到达目的地菜鸟 网络重庆非保税园区 您好 这个就是我们产品 火锅底料 一块是80克 一共4块320克 我参观一下咱们的产品 你像之前我们也有很多产品呢 跟中中合作啊 嗯 包括什么青岛啊 沈阳啊云南的都有仓库 如果说这边价格合适的话 我可以把其他地方产品调到这边 在你这边发 嗯 好的 郑重 我一看 因为我们做过很多这种 火锅底料的一个 呃 一键待发的一个服务 然后 我看咱们这个应该是定位的 高端的客户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这个里边没有 方普及前价机 配料表非常大 然后我看设置也 我看你这边也有这个火锅底料 对对对 我看这个设置也比较 也比较好 然后 呃 咱们这个发货的话是 您的 主要发一盒和两盒 哦 就是两种规格对吧 对 但您的纸箱的话 得定做吧 嗯 因为咱这个是非标的一个纸箱吗 嗯 标准箱装不下的话 我们到时候安排厂家给您那个 给您 嗯 定做一下这种规格吗 就是一盒跟两盒装 装装的话 这个因为 嗯 它怕压嘛 嗯 所以的话材质要好一些啊 不能 让客户收到之后体验感不好 嗯 可以 那这样吧 我安排厂家 然后我们把尺床包给他 对 过来咱们再塞一下 然后你把那个 纸箱费啊 什么 嗯 实在点啊 可以可以 因为咱们这边单量一般说 会在哪个区间 比如说每天的发货量 单量不一定呢 如果说 嗯 有活动直播呀 单量就会多一些 嗯 如果不直播的话 就会少一些 嗯 大概的话直播的话 可能一场几千张这种应该有对吧 1800张会有 但我也说不好啊 嗯 好的 那这样吧 但是这个这个货呢 我因为我 16号 嗯 下午6点钟直播 嗯 所以呢就是纸箱呢 你得提前帮我准备好了呀 嗯 可以 现在来得及吗 嗯 应该差不多 我们这边合作的厂家一般就是一到两天嘛 一到两个工作址都会都可以生产出来 然后把那个纸箱的包价呀 你到时候统计好告诉我 对 那那咱们根据嘛 咱们云叉根据您的反馈的情况嘛 单量 还有您的一个打包的要求 对 还有您的这个呃包装的尺寸 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方案 对 然后到时候我好定价呀 因为这个品质是非常好 然后呢 在这边发货呢 确实啊 就是 咱们之前也沟通过是吧 对 然后价格呢 你这时为点我好定价 然后到时候好发货 这样客户收到货之后呢 性价比才会高一些 对吧 嗯 因为对在对这个季节来讲嘛 我们重庆这边 因为我们在重庆做了云昌做很多年 然后包括下半年这个就属于一个 嗯 比较 就是一个比较印记的印记的一个暴品 对 像重庆的话 就是一年四季都吃火锅嘛 对 但是我属于那个北方人啊 嗯 我们热田就不太喜欢吃火锅 对 但是这个味道嘛 就是大家吃了以后以后 我觉得应该慢慢的也会带动这种 大家的一个消费期化 因为这也是我们新品刚开始做 以后的事我也说不好啊 但是前期呢 就是咱们这边服务好的话 嗯 可以长期合作 可以 对不对 到时候你得一份合同呢 可以 那我们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份那个综合的方案给你们 嗯 行 好的 那合作一块 谢谢啊 合同已经签好了 我的货周一才能到仓库啊 这边品类还是挺多的是吧 嗯 这榴莲是假的吧 假的 哈哈哈 整得挺像啊 你这一天能发多少单 林总 忘了单位 嗯 那可以的 她包的是可乐啊 这铜鸵的银子是渴啊 哈喽哈喽 哈喽 她的美女 我应该学生奈 了 哈哈哈 到房间 到房间 她这个外面不用靠纸箱吗 就这么发货吗 啊 这是最坚持的你们 纸箱还要一样一样漏啊 这样一漏 不容易到 现在这种饮料火呀 这样不疼呢 这样的话咱们产品最终定价的话 才能性价很高 一万单的话 你这这么点人能打包过来吗 有临时工 有临时工嘛 终点工 这就是预包嘛 你看帮好的我们会 然后直接铁单 我这边定单你给好好服务的啊 我们这里是专门那个电商服务区 专门那个临终点工很多的了 你要报单了 两百人三百人都喊得过来 他们专业要打包 对 专业打包的 专业打包的 你这每天发货截止到几点 我们的订单是截止到五点 然后发货的话 反正五点前的订单当天全部都要发完 像咱们那个纸箱 你帮我订硬点的啊 我们给您安排好一点 像这种是优势的 这几层呢 您看一下这个质量 这个是三层的 三层咱们那个得三层加硬啊 是吧 用特硬的嘛 硬度好一点就用特硬的 这个它是优质的 那硬度会差一点 这不行啊这个 嗯像您这种比较高端的货吗 就用对 整个好一点的 那客户收到货的体验感太好了 但是您看人家其他的这种 他们中递端的用货吗 他就这样装去 哎呀这太就直接装了不成 他的成本便宜啊 对 他估计这里边 这个这个行业机密吧 大家也不以特别 不能说是吧 那行林总我们就过去了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强哥说我愿喝饮料 给我拿了两箱 我明天后天就走了 你整这么大人啊 慢慢喝呗 你看我现在都喝了 嗯 走吧 这两天强哥在这块 天天带着我跑这跑那的辛苦了 晚上安排最好的啊 早上咱们去吃大餐 çon ynn 妒 闹